老何给咱们讲的第二件事是在他2018年的时候发生的 当时老何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在福建厦门租了一间很满意的房子住下了 那个房子很便宜 价格才每月一千不到 交通便利 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去不远处的极美市民公园和杏林湾大桥上看海景 也就是在这个新租的房子里 他遇到了一次难以解释的经历 在新租的房间里住了大概几个月 一切都很正常 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突然有一天半夜 房间里一下子被照得明晃晃的 老何就突然醒了 才发现屋子里的灯被打开了 但当时老何睡到一半 迷迷糊糊的实在是太困了 困到没有觉得任何不对劲 把灯直接就给关了 回去继续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 老何起来后 才后知后觉 猛然发现 这事不对呀 因为他百分之百肯定 昨晚睡觉是关了灯的呀 怎么可能会在半夜被灯光给晃醒呢 老何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性 就说是不是屋子进贼了呀 因为他租的房间在二楼 高度很低 而且正对着窗口呢 还有一棵挺粗壮的大树 伸手灵巧的人 想要爬树翻窗进来 这事啊 还是很有可能的 老何他立马检查了所有物品 都没有发现丢失或者是被挪动 窗台附近也没有任何异常的痕迹 这让老何十分的疑惑 上班的时候啊 他就和同事讨论 有同事说 会不会是电路的异常 导致了灯突然亮了呢 但显然啊 也不是 因为灯是按钮似的 老何按下开关断电后才睡觉的 所以啊 这件事就一直成为了 老何心中的一个疑惑 后来呀 老何离开厦门回到老家以后呢 无意间和家里人就聊天 聊到了这件在租房时候发生的怪事 没想到呀 老爸老妈对老何说 你呀 那有可能是梦游了 你自己无意识打开灯以后 回到床上睡了那么一小会儿 就又被光给照醒的 这时候啊 爸妈给老何说了 他才知道 原来老何小时候 曾多次有过梦游的经历 就比如像是突然坐起来 说些莫名其妙 完全听不懂的话 几里咕噜的之类的 其中啊 有几次听起来 还十分的吓人 说老何呢 他以前在半夜起来 会在家里面到处乱走 还指着阳台 生死历劫的大喊 有人 爸妈说 爸妈说 还有那么一次啊 老何在大半夜突然起来 就站到自己的床边上 对着自己的床头 尿尿 可老何 他对这一切呢 在醒来以后 是全然不知的 因为在他的记忆当中 他是一觉睡到了天亮 睡得很好的 晚上感觉自己啊 连梦都没做过 虽然啊 爸爸妈妈说自己梦游 这件事情 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呢 老何他家里人 平时都是比较严肃的 那种类型 从来不会乱开玩笑 捉弄人 所以呢 老何想想啊 也许这就是 唯一能够解释 那天晚上灯突然亮了 这怪事的答案了吧 只不过呢 梦游那些事 都是在老何 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发生的 他说啊 在十来岁以后 就再没有这种情况过了 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能让当时 已经25岁了的他 又再次梦游 有朋友对老何说 会不会是 离他房间 窗口很近的 那棵大树是原因呢 因为啊 据说树的年龄太大 阴气就会越来越重 而且他非常茂盛 把光线给挡住了 那这样呢 就比较容易引发灵异事件 并且 说老何之所以没啥事 是因为他平时啊 脾气足够暴躁 阳气重 总之呢 时间过去很久了 也许再也找不到正确答案了 说到梦游呢 如果用科学来解释的话 它倒并不神秘 属于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学现象 但是呢 梦游的诡异之处在于呢 梦游者在熟睡之后 仍就可以进行很复杂的活动 可以有条不紊的穿好衣服 起床烧饭 开门上街 拿取器物 或者是躲避障碍物 甚至能够跑到外面去溜达一圈以后 又回来继续睡在床上 但是呢 第二天醒来 却对夜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毫无印象 至于呢 梦游的原因 目前科学界尚无定论 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 认为啊 不可以随便去寒醒梦游者 要让他自己活动完毕 回到床上睡下才可以 中途是不可以打断他 或者唤醒他的 否则呢 梦游者会因为突然被惊醒而吓风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出场响 少论 看来